2003年SARS入侵 台湾也曾经面临实验室人员操作不慎感染者事件 当年在P4实验室意外染SARS的实验人员 詹家从中校 离开P4实验室之后 受邀转往中研院的P3实验室 今年12月1号退休 没想到退休9天 就传出了P3实验室的女助理感染COVID-19 詹博士仔细回想实验室女助理的受训内容 坦承训练时间的确过短 但受限于人力不足 很多事情他们调整成从做中学 也感叹自己因为染SARS留下许多后遗症 内部重新才会退休 如果晚一点退休 他多做一点事情 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P4实验室在新北市三峡山区 越往前建筑物越少 只剩几间铁皮厂房 一整面的海水墙 全台湾唯一一个也是全亚洲第二座的P4实验室 就坐落在这片荒凉之中 门口没有警卫 但仔细看 监视器左右把关 军用车随时进出 除了门口之外 里面每个转角也都有监视器24小时监控 整片竹林包围还竖起刀片刺网防止小小进入 除了门牌 没有任何标示 刺网上挂着军事重地 严禁善入八个大字 警告一位农后 门关此来能研究什么 附近住户只能猜 其实不是研究飞弹 而是更危险的生物病菌 像伊波拉病毒 还有天花病毒 这一类会严重影响人类健康 可能致死 而且没有预防及治疗可能的病菌 都在这里着受研究 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 去哪边做 你公布 都害怕 大家也会害怕 实验室里面外泄事件真的发生过 2003年SARS入侵台湾 当时在这间P4实验室里的 专家从中校意外染SARS 痊愈之后 肺部还是留下肺阻塞的后遗症 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做错 而被感染 其实18年来 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这件事情 每次人家跟我说 张中校你是抗杀英雄 我心里面其实一点不快乐 而且心里是被刺伤的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永远的心理的伤害 居家隔离中接受电话访问的张博士 声音忍不住哽咽 SARS虽然痊愈 后遗症却让他再也不能做太激烈的运动 其实我的肺就是不行 我没办法做比较 去比较一般的运动 就很容易喘 然后到了 到其实 其实前几年我就 声音就开始比较不一样了 拖着身体的病痛 专家从中校还是受邀回到中研院 P3实验室工作 63岁的他 这几年越来越力不从心 就是我咳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还有就是我那个 怎么要讲 眼睛也不行了 因为眼睛滑了 小时候一只老鼠 人家看到他的鼻孔 我要去看他的内脏什么的 这对我来说 我心里是觉得我不能胜任 我记得是今年 一二月农利年之后 就跟人事讲说 我想要退了 怎么也没想到 准备退休期间 又一次噩梦重演 这次不是他被感染 是他负责的实验室里 一位新近的女研究助理 感染新冠病毒 女研究助理 五月到八月受训三个月 期间都在P2实验室里 进行病毒检测的QPCR实验 和另外一位资深人员 进入P3实验室 也只接触未感染病毒的 老鼠的笼子 没有进入P3实验室 操作病毒实验 到了九月呢 才开始让他进去 让他去承动物的体重跟体温 然后做的时候呢 这也是其实他是要求的 因为来P3实验室 谁不想进实验室里面 去做事呢 对 所以他要求了 那我也教他的示范 给他看了两次 那他 当然是示范完 我都会说 你再做给我看 他已经是做了 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他主力以后 就开始做 外界质疑 女研究助理的受训时间太短 专家从一坦诚 实验训练只做三个月 根本不够 但受限于人力 剩下的训练 他们让女研究助理 从做中学 当然短啦 就我绝对承认啦 对我们来说 那个危险性 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是让他 从比较 最不危险的 再到稍微有一点点 危险可能的 就是循序解禁的 让他可以熟悉 实验室的招作 所以对于这个人 可能我们要到一年后 或是多少年后 才会真正让他做 比方说 给实验动物去感染 比强去感染病毒 中研院规范 要进入P3实验室里面 需要受训至少一年 需要同才 互相帮忙查看 避免疏失 至少两个人一组 一律团进团出 除了被感染之外 女研究助理 10月15号 第一次被实验署咬到 直属上司不在 她改向基因体研究中心的 生物安全官报告 为按照SOP 遭到女主管训斥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詹家丛也曾经指证过她 不过强调是认知落差 可能要请你以后 尽量少迟到早点来 那请你不要这样子 经常的临时请假 不然就是你要早几天 要通知我 就这句话 其实我不知道 这句话不能算80 我认也是这样子 但是也许年轻人 他有看的不同看法 认为你这样讲他 他们会用80这个词 来叙述 但是我是不能接受的 张博士12月1号退休 批三实验室9号 立刻爆出女研究助理 感染新冠肺炎 张家丛其实好自责 第一个他没有向我们报告 我们不知道他有被 比方说就是被咬的11月底 那是27号被咬的那件事 第二个从被咬到底是 他都没有任何症状表现 可以观察到的任何症状显示 所以你说 你说SOP 我们这件事都不知道 如何谈什么SOP处置 我完全离职的话 我们实验室就多了一个人 在里面工作 我能做很多事 他们的工作负担 绝对会减轻 这样的话 这件意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多好多的感慨 张家丛强调 没有人愿意出事 二十多年来 他看过很多无名英雄 都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在为国家社会出力 他自己当年在实验室染SARS 退休之后 又面临实验室感染事件 其实身心俱疲 但他从来不后悔 研究微生物跟病毒 贡献一己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